你真的知道火炮怎么玩吗 你知道什么是击穿 什么是过穿吗 你知道火炮应该如何走位吗 虽然火炮简单粗暴 但精通却很难 别担心 这期内容我们就来重新认识一下 战火轩枪里 真正的火炮技巧 大家好我是真赞 目前版本战火里的火炮 一共有三种 分别是火箭炮 榴弹炮 还有反弹克炮 它们普遍偏脆 但却是我们的大核心输出 那么关于三种炮该怎么练 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清楚的 如果你不清楚那也没关系 我们再讲一次 火箭炮又叫卡丘莎 它是赤雄阵营特有的五星兵种 因为比较难抽 所以看喜好练 但对于中克以上的玩家 练一个火箭炮 那当然是极好的 然后是榴弹炮 榴弹炮是一个必练兵种 我们只推荐练蓝鹰的野战炮 这个火力猛 手还长 拆加手加都可以用 而且不太吃资源 最后就是苍狼阵营特有的反弹克炮 这是一种纯对策卡 专制操纵坦克 不是很缺资源 如果主玩战役的话 是可以考虑练一个的 下面我们来说 火炮部队最适合的军官 首先是战争机器 因为它不仅可以增加部队的火力 还能大幅减少部队的装填时间 非常适合火炮的属性 在联盟商店里 可以拿联盟币换成了雕像 觉醒起来成本很低 非常容易 然后是人称泡妹的舍斧金科 如果你平时买每日特惠礼包的话 一定要优先把它升到觉醒 它能大幅增加火炮的伤害 觉醒技能更是可以提升关键的射程属性 是一个非常强悍 值得优先培养的火炮军官 至于雷霆重炮 主要提升的是队伍的爆炸半径 虽然说也是玩火炮的 但是优先级明显不如上一个 最后是护国军刀 这个是从军官俱乐部招来的 没办法用镜头哑 只能用畅影币应堆 而它在觉醒前后的强度 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除非你打算为它付出大量的畅影币 否则不太推荐去练 然后我们来分析火炮的击穿和过穿 各种坦克装甲单位 都是有自己的等效装甲的 比如说我站上超重 它的装甲就是174.2毫米 这个东西并不是白给你的 它是一个具体的属性 因为很多兵种 都是有自己的穿甲深度的 依然是这个超重 它的穿甲深度是160.2毫米 我们假设两台这个超重互相打 那就会导致什么呢 它们无法击穿彼此的装甲 就只能造成正常伤害的一半 但如果 我说如果 我们换了这个反弹个炮 穿甲深度来到了200多毫米 那么就会造成击穿 造成正常伤害的1.5倍 也就等同于是 未击穿时伤害的3倍 但击穿并不等于外事大吉 如果穿甲值高于装甲厚度的1.5倍 那么就会发生过穿 伤害会回到未击穿时0.5倍的水平 所以说反弹的炮它只适合打超重坦 因为它的穿甲太高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报告大家 下一期视频 我们来实战教学 火炮部队的超细节操作 我是侦探 战法勋章专业分析 期待你的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